请记得点赞 订阅 转发 谢谢 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说另外一间房子 这个户型叫Onyx 它是一个38尺宽的一个房子 这个地了 然后它的面积是2273 它主要的特点是在哪里呢 它是可以设计成一个阳台 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这个房子 就是说当你说选择一个户型的时候 它是实际上是有三个不同的外观可以选的 它虽然叫Onyx 但是它也有三种不同的外观可以选 他们就是说打游戏的那个叫什么衣服还是什么的 装备 装备 穿的衣服不一样 但里面都是一样 你看它这个就是有阳台的 这个就是没有阳台的 你也可以做成这样的 但价格是有差距的 因为它阳台还有另外一家 还有另外一家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时候 就是说买新房啊 其实是非常麻烦或者非常小心的 因为我在开心转看过 有很多人就选了这个户型 他喜欢这个有阳台 但是最大的问题呢 它这个阳台是朝北的 如果你的房子前门朝北 你这边都连太阳都没有 你说你这个阳台就非常 就有点尴尬 尴尬了 对吧 就是利用率非常低了 如果说你选不管是朝东朝西 朝南都OK 但如果你这边朝北 但是说这边我想说的 为什么说买房子 即使是买新房 也需要这种 这个经济代理来看呢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你自己第一次 如果第一次买 你没有经验 你肯定是没有经验 你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但等你建好以后 但你住进来 就很尴尬了 你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啊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买新房 也需要realtor的一个原因吧 好啊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这个房子 好的 我们现在就进到这个Onyx来了 进来以后呢 它这个房子非常特别在哪呢 它是这边有两个楼梯了 一个是正常上楼的 上楼的 对吧 但是这边呢 它这个下楼吧 它这边呢 它是把车窟啊 车窟的门是开在这个侧面了 哦 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把 那个门是开在 开在后面嘛 对吧 不是在侧门 所以它这个设计 因为防循的原因 因为它是一个 就是有错词嘛 所以说它是一个设计 然后它这边我们就说的 你像这种地方 必须是变成open人嘛 要不然就比较难看嘛 对吧 所以这个是像 forced split那种感觉 有点那种感觉 有点错词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这边你看 进来就是个很大的 进去 对吧 然后这个是可以坐下来的一个地方 可以换换鞋啊 对 然后我们就说了 看这上面这个poll light 这些灯啊 看起来是很好 对吧 但是基本上 如果加一个要200块钱一个 对啊 对 然后这个 这边别的这个 升级也是的 正常 比如说你这个 你把它升级前 木地板是可以的 但是这边 都是地毯 如果你要升级 要另外再加钱 对 就是到这个为止 是 地板 就是那种 从 从这个上 只要是楼梯 它都是 正常的 都是地毯 都是地毯 对 如果你要 但如果 如果这边一点点地毯 可能你就觉得很低的嘛 所以可能也想升级一下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办车 但是办车你看它这个也有窗户 但这个办车好像稍微小一点 小一点对 但是但是也是明的 对对对 只要它因为有个窗户 也是有窗户 因为它这个凶红 它已经快要卖掉了 所以它在拆这个家具 所以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它已经开始把家具都拿走了 对 然后这个岛呢 就是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就是 有客人喜欢的这种 说这个岛那么大 这个岛真的是有点吓人 是 其他的都是 我们说的该有的都有了柜子啊 冰箱 餐槌啊 厨间 厨间 这边是烟烟机 烤烫 柜子 柜子 它就整个柜子做一排啊 对 然后这边就放一个 烤箱 烤箱 对 餐桌在这儿 哇 然后这边是个大厅 对 所以说大厅它有一个 这个也是的 因为我们正常看的是一个 长方形 那个正方形的吧 对 你看这个也是变成长方形 它做成一个长方形的 所以这也是另外加钱的 它弄的就是这样的时间 开上来的 好 对吧 也不太一样 对 所以这儿 也没有什么窗户 窗户都是比较大 都是正常的 主要是想说 我想说这边的一个思维起的问题 正常的 它是强了 正常对 这边是强 对 他就把它开出来了 他把它做成reading了 这样就很通透的感觉 这个就个人喜欢 我一个个人就说 他说我还不喜欢这样的开着 我觉得互相干扰 这就是个人喜欢吗 对 个人喜欢 就是有的人喜欢 就把它打通 就很通透的那种感觉 所以有的人就会就说 我喜欢 这是每个人的 反正你喜欢 因为新房 你想怎么弄 就怎么弄 然后这边 这个就是跟我们 有一个步行非常像的 就是 它这边也是一个 大的一个 因为它窗 所以它这个步行 这个过程 就在这 这就等于像一个一层半 对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说的阳台 但是对我说的 你要朝西 或者朝东 朝南都OK 对吧 如果你朝北 就晒不到太阳 就有点 就有点欲门 对吧 对 而且它这个还是有回廊的 对 就上面你有 你有cover的 cover的 对 所以你坐在这边 这样子你可以 对 晒晒太阳什么 还是挺舒服的 是很舒服 在这外面喝茶 也很舒服 对吧 只不过就是看你的 这个位置一定要挑好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对吧 如果你是朝北 对 就很那个了 然后你看它这边也是的 它这边也应该是 封着的 做的 对 就通透 你从这个看过去 你从这个看过去 对 这样的就不同 对 你说你说这些 你不做 这个效果就完全没有了 对 就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你必须 是是 然后上来以后 就是一个房间 哦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看 就 虽然是新厚 但是他把家具拿掉 以后的感觉了 这个家具已经 就觉得说 这个房间一样卖了 对 对 然后你看 它这个仓库 也有一个 哦 也是 房间还是不错的 好大的 好大的窗 真的是好大的窗 这边是另外一间 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 你看它就是一个 正常的洗手间 对 对 但是你看它这个 就稍微 做一点变化 就是感觉这个磁砖贴的 就是不一样 就不一样了 对 这感觉又是好看 就是这种样的 就有点那个 但是稍微多花一点钱 就完全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形式 对 然后过来以后 它这边还有一间房间 也是 不是很大的 可能就是都是一个房间 对 也不算是特别大 但是 但是也行啊 可以 对 就是为什么 我们经常说的 就是修后面的时候 它这些家具啊 这些东西 它是都要搬走的 就是因为它可以搬到别的地方 或者是用作用 对 反正家具总统 肯定是不带的 对 对 然后这边是 一个洗衣房 洗衣房呢 它的形状做得也挺好 而且还有 还有一个水池 对吧 对 所以说它总的来说 这个房子 2200多尺 这个床 它就一看 还挺大的 哇 好大 真的好 都是 都是 但是就是有一种 很干涉 我觉得它床 应该是放在那边 你看那边有插头 因为放窗户底下 总是有点贵 对 应该是放在那边 应该是放在这 对 然后在这边 是一个衣帽间 好 这边走进来 是个 对 衣帽间 也是步入式的 步入式的衣帽间 也挺大 对 然后过来以后 就是主卧的厕所 嗯 对 哇 好像这个 它又是九尺的楼上 对呀 所以说九尺 还是很舒服的 哇 你说话 我都感觉到有回音 哈哈 就很多东西了 对 对 然后 对吧 这个浴缸 浴缸 然后呢 这个做了一个 全玻璃的 全玻璃的淋浴 淋浴 对吧 嗯 这边里面 还有一个厕所 卫生间 嗯 行啊 这也是 就把装饰物拆掉了 这个装饰物 这就是等于说 升级后的 对 你拿到锁的房间 就是对 这个样子 对吧 当然就是不带 不带那些装饰品 所以说它这个房子 最大的特色 就是外面有个阳台 而且它有个错层 也有个错层 嗯 这个也是不错的 我们说的 呃 千万不要把这个房子 建在前门朝北就行 好 好吧 好 谢谢大家